好的,各位同學好,我是楊瑞忠老師 然後這是我們Discretive Statistics 敘述統計的第四個影片 所以在前個影片我跟大家談到了 major of the central tendency 我們想要知道我們怎麼衡量 資料大概長什麼樣子,資料大概在哪裡 但是除了資料的中間長什麼樣子之外 我們大家可能有時候會關心說 資料是怎麼分佈的 什麼意思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我們的投影片 majors of the dispersion majors of the central tendency gives us an idea about the location where most data is content 資料大概在哪裡 但是即使兩筆資料有一樣的 central tendency 他們的 concentration 他們的散步,他們的集中度可能不一樣 HSS教科書舉的例子是我們有三個學生 Kristine, Andreas和Sandro 他們每個禮拜都來上統計學的課 然後Kristine 他們到課的時間不一樣 0的意思就代表說這個學生準時到 減10代表說這個學生提早10分鐘到 加10代表這個學生遲到了10分鐘 好,Kristine每個禮拜都000000 就在楊潤中老師走進教室 跟大家說好,同學我們開始上課那一刻 Kristine走進來了 他每個禮拜都準時 我不知道Kristine怎麼做到的 Indress呢?Indress有的時候會提早10分鐘進來 就是當我們現在的防疫期間是很難想像 但是通常如果我們有真的上課的話 我會找個幾分鐘進教室 然後通常找蠻多進教室的 就是把電腦架好啊 投影螢幕放下來啊 然後一切都saddle好 然後可能就有同學來找我問問題啊 或者說開學前兩個三個禮拜的話 就是跑家簽單 我就拼命簽名或者之如此類 好,然後有些學生就真的會很早到 很早到就坐進教室 然後有時候會跟我講話 有時候不會講話 就是一副...whatever 好,Indress有時候會提早10分鐘到 有時候會遲到10分鐘 有時候會提早10分鐘到 就遲到10分鐘 但是如果你去算的話 Kristine跟Indress 這兩個人到的時間 不管是mean或者median 都是0 mean跟median是一樣的 但是很明顯的 他們的dispersion不一樣 他們散布的時間不一樣 OK,所以我們要怎麼來描述這件事情 以大家常用的第一個指標 跟第二個指標這樣子 我們把資料從小排到大 然後我們拿最大的-到最小的 最大的我們叫做x括號m 最小是x括號1 對不對,我們是這樣定義的 另外一個大家可能還記得這樣的符號 我們叫xtl.1 tl.我們用tl.來定義quantile 來定義分量 分量1就是最大值 分量0就是最小值 那最大值-到最小值 這個範圍我們叫做range 中文叫做全距 全部的全距離的距 全距,range 另外一個我們大家常用的東西叫做 如果我們拿第三個四分位數 減到第一個四分位數 或者你喜歡的話你可以說是第75個百分位數 減到第25個百分位數 這樣相減我們把它叫做interquantile range iqr 中文叫做四分位距 四分位的距離或者四分位差 四分位的差距 如果你看hss的教科書 他這裡寫錯了 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錯 第三個或第一個四分位數 或者第75個跟第25個百分位數 他們寫成了第75個跟第25個四分位數 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錯 只是讓你知道一下 怎麼算呢 我們剛剛跟大家說過 你用summary可以幫你算 他會告訴你 第一個跟第三個四分位數 告訴你min跟max 然後你就把max減到min 第三個四分位數減到第一個四分位數 你就得到了range跟iqr 所以我們這邊還可以做嗎 我們這邊做的事情是 我們去把mario這個駕駛人 他的delivery time 他每次送pizza花時間的 min,firstquartile,medium,min,thirdquartile 跟maximum都算出來 把luigi也算出來 我們到r來算出來 指令在這邊 指令在這邊 大家或許還記得 我們在r裡面我們用中括號 來代表indexing 我們在pizza time裡面選出 pizza driver的rememberio這些人 把summary起來 然後 我在一開始跟大家說過 如果你是r的初學者的話 看今天的影片最好是 把電腦打開 然後隨時按暫停操作 你在我的r script裡面 我有一步一步去說 你怎麼用min,max,減掉min 用quartile的相減來計算這些數字 你也可以把這一個一個計算出來 好,我們現在回到我們的同影片 總而言之 你拿max減掉min 得到mario的range全距是35.64 你拿38.68-30.53 得到max的iqr是8.15 我們拿51.17-22.54 得到luigi的range是28.63 36.11-29.63 我們得到luigi的iqr是6.48 所以,平均來說 luigi送披薩的時間比mario來得快 他的min分別是33.38-34.46 mi點32.88-34.45 luigi的速度都比 我們看central tenancy的話都比mario來得短 然後luigi我們看range跟iqr的話也都比mario來得小 OK,這是mario跟luigi的比較 我們這邊跟大家回顧一下 還記得我們可以一開始帶他observational data了嗎? 我們能夠憑這樣就說 luigi是比mario更好的駕駛人嗎? 可能可以,但不一定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是觀察資料而不是實驗資料 我們並不是說我們給定同一個客人 在同一天的同一個時間 比如說都是星期六晚上七點 同一個客人 然後我們這次讓mario去送 下次讓luigi去送 然後這兩天的天氣狀況怎麼都差不多的 所以我可以比較 沒有 luigi跟mario就是不停的在送披薩 然後他們誰送的比較快 誰送的比較慢 可能有非常多的原因會主導 比如說如果兩個人在不同的分店 送的是一個城市裡不同的區 可能他們一個人就會快一點 送到比較交通比較不繁忙區的 可能就快一點 之如此類 我們必須控制這些因素 才能夠說誰是比較好的駕駛人 這是observational data的一個限制 它不是實驗資料 我們沒辦法這樣單純的比較 不過我們看數字的話 如果你要說luigi是不是比mario更好的駕駛人 我們就說或許是嗎? 不能確定,不過或許是 ok 除了range跟iqr之外 大家常常會考慮的是 我們直接去看deviation 我們去看說 我們給你一個數字 比如說我們把這個數字叫做a 我們拿xi去減掉a 得到deviation 然後我們來討論它 我們第一a插隊 a可能是比如 a大家常常放的 就是一些你的central tendency 你可能放的是你的min或者median 我們現在就叫它a好了 好 我們現在我們可以拿每一個xi減掉a 得到deviation 那我們現在說我們要怎麼用 一個簡單的想法是 何不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除以n怎麼樣 我們來算 deviation的asematic mean 然後如果你還記得 我們在講abrithematic mean的性質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想法 為什麼 xi-a可能是正的可能是負的 他們加起來可能是互相消掉的 所以d可能是非常小的數字 當你的a等於x bar的時候 dimension xi-x bar等於0 我這邊寫後來問你為什麼 就請你想一下 如果你真的想不到的話 那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請你把 請你把影片往 請你把 投影片往上卷幾頁 或者說回到我們 談central tendency的影片 然後我們在那邊有談到說 為什麼這個數字等於0 就是 rithematic mean一個重要的性質 OK 所以 不過我們這邊要談的是 你直接把divation加起來是很菜的 那怎麼做呢 一個大家常常做的一個方法是 我們不要把它直接加起來 我們不要取決對值 OK divation有的時候是正的 有的時候是負的 它們兩個 它們加起來之後 可能正負抵消 得到的sum of deviation 就變得非常非常小 我們取決對值 無論如何 它都是正的了 你就可以來看 divation大概長什麼樣子了 OK 如果我們把我們的每個xi 減掉它的中位數 取決對值加起來除於n的話 這個hss叫它 absolute median deviation 減掉xbar的話 減掉min的話 取決對值加起來除於n 本來叫做absolute mean deviation OK 很遺憾r沒有現成的指令可以算 大家可以這樣算 我們現在回到rstudio OK 我們的指令在111跟112行 我們拿pizza的divarytime 減掉它的median 取決對值之後 取arismatic mean absolute median deviation 算出來是5.12 減掉min 取決對值 再取min absolute mean deviation 5.125025 兩個數字是差不多的 OK 我在頭文片上也列出了這個東西 好 一個想法是 我們可以 減掉 一個major of central tendency 取決對值 然後取abstimate mean 我們何不 減掉中位數之後 取決對值 讓我得到了n個不同的 取了絕對值的x i 減掉中位數了 我再拿從這n個 absolute deviation 中間去取 中位數怎麼樣 concede the median of the deviation from the median we call it median absolute deviation 注意哦 前面這個 減掉median 取決對值的 arismatimate mean 叫做absolute median deviation 這個 減到中位數 取決對值之後 再取中位數 叫做median absolute deviation 然後通常大家都叫它 m.a.d. 所以 r有一個指令叫做m.a.d. 但是 為了一些技術上的理由 r並沒有 直接的把它 減掉中位數 取決對值之後 再取中位數 它把它 減掉中位數 取決對值之後 再取中位數之後 再乘以1.4826 我們來到r來算 你看 這是它算出來的數字 6.319772 如果我們不用 mad這個指令 我們 把它 減掉中位數 取決對值之後 再取中位數 直接這樣手動去算的話 算出來就會不一樣 算出來是4.262628 OK 但是這不是太大的問題 我們可以 在m.a.d. 後面加參數 我們指定說 它不要乘以那個1.4826 它就乘以1 就好了 115 它就會得到一樣的數字 4.262628 OK 回到我們的頭影片 所以這個是 m.a.d. 所以我們可以去考慮 absolute deviation 再說一次 我們要考慮 absolute deviation 我們要考慮 diviation的絕對值 是因為我們的 diviation 有正有負 它加起來可能就消掉了 所以考慮絕對值 是一個辦法 也有的人說 我們不喜歡考慮絕對值 我們喜歡考慮什麼 我們喜歡考慮平方 so another solution to avoid the part of a negative sign is to consider the squares 我們考慮平方 我們減掉a平方 加起來除以n 通常把它叫做 mean square arrow 對 為什麼呢 減掉這個a的平 我們把它叫做 arrow for some reason 我們把它叫arrow 平方 加去叫做square arrow 然後square arrow去mean 叫做mean square arrow 當a等於x bar的時候 這個東西 通通我們把它叫做variance I'm sorry 他們叫做variance 注意我們的notation是 s tilde square 基於某一些理由 某一些非常非常重要 但我們現在還不能告訴大家的理由 也沒有什麼神秘的啊 我們以後一定會告訴大家 在學期的中後都會告訴大家 只是現在講 研知過早了 我還記得我以前上 毛慶生老師的總經的時候 他常常在上課前半就說 我們現在先這樣子 然後請各位同學 少安無躁 我們以後就會講到這個東西了 所以我現在請各位 少安無躁 基於一些 我們現在不辨名講的理由 大家 大家不會把它除以 平方加起來除以n 大家會把它平方加起來除以n-1 這樣算出來的 我們在這裡 我們用分別 steoda square 跟s square 來 denote這樣不一樣 就是hss的notation Linton有一套他的notation 他有點麻煩 但是 我們會盡量的follow hss的notation OK 這樣叫做variance variance開根號 你看到s平方 你看到s平方 你會覺得說 這是不是可以開根 這是不是可以開根號 可以的 開根號叫做standard deviation 通常 中文把variance叫做 編譯數 standard deviation叫做 標準差 好 好 我們現在來r來算這件事情 所以 我們可以 計算 用var這件 計算它的variance 我們的variance是41.75 然後 好 如果我們把它用我們的算式 減到min 平方 加起來 除以n-1 是1265的話 算出來 也會是41.7507 如果我們會除以1266的話 就會算出一個 稍微小一點的數字 我們可以用sd來計算standard deviation 6.46 standard deviation的平方 就是41.7507 就是它的variance oh by the way 我在上禮拜在 談r的時候 我跟他說 欸對不起我不會念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是什麼 我不會念這個符號 出現在你鍵盤上的shift6 然後有同學很好心的留言給我 告訴我他怎麼念 好 這個符號 真正的讀法 叫做circumflex 但是 絕大多數的地球人 都叫它carrot carrot carrot是什麼意思 carrot是說 Carrot符號 不知道你會不會想到就是 你可能現在很少這樣做了 但是 因為你現在 你跟你寫信給同學啊 或者留言給同學 大部分都是電腦打字 或者手機打字了 我不知道大家小學有沒有這種經驗 就是 在我的小學年代 大家是沒有手機的時候 你想要跟 班上的帥氣男生 或漂亮女生 講話 你只能穿紙條 在紙條上寫了一句話之後 你會覺得說 意猶未盡 中間插個什麼詞的話會更好 你就會在 你的 你的詞後面 畫上一個 比如說你寫了一堆字之後 你在這上面寫一個像這樣子的符號 然後在上面加一些字 然後在上面加一些字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說 我們在黑板上 在這邊畫一畫好了 好 比如說我在這裡 隨便寫了一些字 我忘記調顏色了 隨便說了一些字 然後我會覺得說 直短情長 所謂進得上萬千 我在這邊加了一個符號 然後在這邊多寫一些字進來 大家有沒有這種經驗 這個符號叫做Carrot 在電腦鍵盤上這個符號叫做Circumflex 在電腦鍵盤上這個符號叫做Circumflex 但是絕大多數的人不叫它Circumflex 但是絕大多數的人不叫它Circumflex 主要的人就叫它Carrot 好啦 所以就是稍微長一下知識 Variance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然後 Variance 也有一些好的性質 記得我們算過了 還記得嗎 如果我們的一組X 我們做一個Linear Transformation 我們做一個線性轉換的話 比如Y等於A加B乘以XI 然後我們的YBar Y的Arismatic Mean就會是A加上BXBar A加上B乘以X的Arismatic Mean 那Y的Variance呢 Y的Variance呢 Y的Variance就是更新 如果Y是A加上BX Y的Variance就是X的Variance乘上B的平方 為什麼 Y的Variance可以寫成Y-YBar平方 加起來除以N-1 然後Y是A加BX 我們把它帶進來 YBar是A加BXBar 我們把它帶進來 發現A加BXI-A-BXBar A跟A就消掉了 剩下B BXI-BXBar 括號平方把B 總括號也拿出來 平等B平方乘以XI-XBar的平方 所以就變成B平方乘以X的Variance 我們可以來簡單的計算一下 還記得我們的Temperature的Variance是 47.6888 我們Temperature是攝氏 我們現在把它換成華氏 10寸華氏就是乘以5分之9加上32 它的Variance是154.5117 我們也可以直接把 47.6888乘以1.8的平方 我們就得到了一模一樣的東西 OK 我們現在回到我們的同影片 好的 我們的Y經過任何線性轉換之後 YBar就是A加BXBar Y的Variance我們叫做SYSquare 我們要就是SYSquare X的 X的Sample Variance的乘上B平方 我們要談一組特定的A跟B 當我們的A等於 負的XBar去SX B等於SX分之1的時候 這個東西叫做Standardization 標準化 我在說什麼 我們說一個變數是被標準化的 如果它的平均數是0 它的變異數是1 因為如果Y是A加BXI的話 YBar就是A加BXBar SYSquare就是B平方乘以SXSquare 我們特別把YI寫成XI的這樣子的轉置 那麼YBar就會是這個東西 加上這個東西乘以XBar 你會發現 這個東西這樣針對成XBar就是0 Y的Variance就是這個平方乘X的Variance SX分之1的平方乘以SX的平方就是1 我們這樣就說 我們如果把Y寫成 把X乘以XX分之1 減掉SX分之XBar的話 或者說我們這樣寫好了 我們把XI減掉SBar 除以自己的Standard deviation 我們就說我們把X標準化了 在R有一個指令專門做這件事 這個指令叫做Scale 我們來到我們的R 我們把我們的Temperature標準化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把我們算出來的 Mint是這樣子 Variance是這樣子 注意喔 我們的標準化叫它Mint應該是0 但是因為在計算 電腦計算就有一點Rounding Arrow 所以你看它算出來是2.7乘以10的-16字方 你問我後就覺得 好啦它離0夠近了啦 我們把Histogram畫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我把它拉過來一點 因為我要用R的Scale這個指令 我把這個東西倒準化 用Scale這個指令把它叫做Z 你用Scale這個指令出來 Z的平均數應該是0 但是我們做出來一樣 因為Rounding Arrow 所以做出來2.7乘以10的-16字方 離0夠近了 Variance是1 然後它Histogram長這個樣子 好 我們來比較一下這兩張圖 左邊是我們手動去標準化 右邊我們用R的Skill這個指令去標準化 你會發現它們兩個長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你看得出來 有它們兩個什麼不一樣的話 那你跟我說我請你吃飯 好的 我們現在回答我們的投影片 這邊 另外一個值得一提的是 有的人覺得說 如果我們要比較兩個變數 哪一個的Variance比較大的話 你會說這可能不太公平 為什麼 因為兩個變數的Main也不一樣 Variance也不一樣 這樣怎麼比 我們應該把它的Standard deviation 除以它的Main 這樣我們就沒有單位了 就可以比兩個沒有單位的東西 好 我們來到 我們來舉這個例子 這是Mario這個駕駛人 他的 他的送披薩的時間的Main 跟Standard deviation 在149行跟150行 我執行這兩行 他的命是34.46分鐘 Standard deviation是6.365分鐘 魯伊吉呢 Mario這個穿綠色衣服 長得比較瘦的弟弟 他的命是33.37 他的Standard deviation是5.73 你會說 嘿 他的命比較小 Standard deviation也比較小 你會說 欸 我們這樣比不客觀喔 因為Mario的命也比魯伊吉來的大 搞不好這個Standard deviation 那個 並沒有真的比較大 所以我們把Standard deviation 除以命 比照這樣的東西 Mario算出來 Standard deviation 除以命就是0.18 魯伊吉 Standard deviation 除以命就是0.17 你會發現 欸 魯伊吉的Standard deviation 除以命真的比較小 這個數字 我們把它叫做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好 大家剛剛可能會覺得說 欸 那個畫面怎麼跳了一下 對 我一分鐘前發現那個 我這裡有一個錯字 所以把它改過來了 所以我剛剛本來寫的 Coefficient or Variation 我剛才 對不起 我拼錯了 它應該是of 好 這個東西我們把它叫做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有人喜歡叫它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有人只把它寫成CV或RSD OK 它的算法是 Standard deviation除以命 OK HSS來提到另外一個東西 其實我不知道應該把它放在哪裡 所以我把它放在這邊 就是 如果我們要比較 兩個 人 的 比如說 Pizza Delivery Times 的話 另外一個比較方法叫做 Quan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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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s 我們要把它叫做QQ Plus 它在做什麼 它在做什麼 它做成這個樣子 我們在 好 我把QQ Plus畫出來 對 如果 你可以看著我的Rscript 它的指令在160到163行 我忘記開Windows 它畫出來長這個樣子 它還說的事情是 首先這條線是45度線 然後 它把Mario的第一個百分位數 魯伊吉的第一個百分位數 挑出來 Mario的第二個百分位數 魯伊吉的第二個百分位數 挑出來 Mario的第三個百分位數 跟魯伊吉的第三個百分位數 挑出來 一個一個 描在這邊 比如說 在這邊 就是Mario的第一個百分位數很小 大概是17或18分鐘 或者是16分鐘 魯伊吉的第二個百分位數 大概是22或23分鐘 所以它說的是 對 那些 花的時間特別短的delivery time 來說 Mario的 就在 Mario的 比較小的百分位數 比魯伊吉的比較小的百分位數 還要小 所以會落在45度線的上方 但是 大概在 這邊之後 Mario 這些點都落在45度線的下方 就是 對 花的時間比較長的那些快遞 這些送貨來說 魯伊吉花時間就比Mario來的少 所以 如果 如果這邊是一個實驗資料 如果雙方送的都是條件一模一樣的客人的話 我們可能會根據這個QPLAT說 Mario比較擅長送短程 魯伊吉可能比較擅長送長程 但是因為我們是觀察資料 而不是 實驗資料 我們只能說 嗯 也許Mario正好送了比較多的短程 有可能 在我們的 我們不知道 我們需要更多的資訊 才能夠做這些決定 另外一個大家常用的東西叫做 Bugs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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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叫做箱形圖 因為Box是一個箱字 有人把它叫做核須圖 核就是核子的核 因為Bugs是一個核子 須是說這條線長得很像胡子 胡須的須 OK 不管是箱形圖也好 胡須 核須圖也好 Bugsplot做的事情是這樣子 我們到我們的R好了 一個標準的Boxplot 畫出來會長這樣子 它把我們資料的中位數 挑出來 在這邊 放在這裡 它把第一個 跟第三個四分位數 畫出來放在這邊 它把最小值跟最大值 挑出來放在這裡 所以這五個 這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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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條線 對應的分別是 最小值 第一個四分位數 中位數 第三個四分位數 跟最大值 為什麼要畫Boxplot 因為大家都喜歡看圖 剩餘看數字 在R裡面 我們大家還會多做一件事情 你看 我們這邊特別把 做一個參數 把Range設成0 如果在R裡面 你不設這個Range的參數 它內定的 它預設的 做法是這樣子 它不但畫出中位數 我們把兩張圖放在一起 讓大家比較 而預設的是 右邊這個 它不但把中位數 第一個跟第三個 四分位數 畫出來 它把 IQR IQR是第三個 四分位數 減第一個四分位數 算出來 乘以1.5 把第一個四分位數 減掉1.5個IQR 把第三個四分位數 加上一點為IQR 然後把 落在 這兩個 bar上面的點 特別畫出來 它的想法是 這裡的點 可能不會特別多 你就畫一畫 然後 如果這裡很多個點 畫 代表說我們有很多 Extreme value 點很少 就我們很少Extreme values 這是它的邏輯 不過 總而言之 我們畫Boxplot的目的是 我們想要把 我們剛剛計算的那些 quantels 圖形化 好了 我們花了一些時間 探Dispersion 但是你會發現 我們探Dispersion 漏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為什麼會關心 除了Central Tendency中 為什麼要關心 我們的資料怎麼分配 有的時候是因為 那個分配牵涉到公平 堅持到公平性 好 我們回到我們的頭影片 好 我們現在假設我們有兩個村莊 然後 我們翻譯叫做Village A跟Village B 在村莊A裡面 我們有五個農場 有五個農夫 每個農夫都各自有20公頃的土地 所以我們可以把Village A叫做平等村 每個農夫的土地面積都是一樣 都是20公頃 非常非常公平 Village B呢 Village B同樣的有五個農場 五個農夫 但是在Village B裡面 農夫一號 擁有一百公頃的土地 農夫二號、三號、四號、五號 什麼也沒有 一無所有 所以Village B就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平等的農村 然後我們說Village A是 Not concentrated 我們的土地並不集中 但是Village B是土地是高度集中的 我們想要有一些方法來衡量這件事情 第一個我們常用的方法叫做Lawrence Curve 中文翻譯已經沒什麼了不起 就叫洛倫茲、勞倫茲、羅倫茲曲線 Lawrence Curve 我們做法同樣的 我們先把資料從小排到大 X1 1 X2 XN 如果是我們前面的農田的例子的話 就是 我們把五個農夫的農田排在一起 在Village B就是00000100 Village A就是20 20 20 我們要定義UI UI UI 是M分之I 所以 I從0到N 就是0 1 1 2 3 4 5 這樣子 我們有五個農夫 所以我們的 U0 U1 U2 U3 U4 U5 分別就是0 5分之2 5分之3 5分之5 VI呢 VI是 分母 我們把全部的 X加起來 也就是我們全部的農地加起來 然後分子是 我們把前I個農夫的土地加起來 好 然後我們把 然後我們 那個人會說 所以I等於1 我們分子放是第一個農夫的土地 所以 以那個Village A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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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Lawrence Curve怎么读呢?Lawrence Curve离45度线越近就代表越平等 越远就代表越不平等 像Village B这样子Lawrence Curve就是最不平等的情形 如果想要知道怎么画的话,我们的R有办法把它画出来 我们这边要跟大家提一件事情 我们在画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package叫做ineq 就是R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开源软体 所有人都可以把你自己的想到你要做什么 你可以把自己的指定写下,ineq是反正人家写出来的指令 你要做这你要先安装它 如果你发现你的电脑里面没有ineq这个package的话 你的指令在这里,我们先把前面的Pan画掉 那指令在这边,你要执行第172行 install.package,括号,引号ineq 你的电脑有连线网路的话,它就会帮你安装这个package 因为我已经装好,所以我把它Pan掉 避免我不小心执行到它 其实执行到它也无所谓,因为我已经install了 所以它不会做任何事情 然后,我就用 我先叫做ineq之后 然后我用plotlc lc是ineq里面的指令 做的事情就是帮我们画出Lawrence curve 我就得到了village a跟village b的Lawrence curve 离45度线越近代表它越平等 离45度线越... 我还说吗? 离45度线越近代表越平等 我刚没有说错 像这样就是超级平等 它根本就贴着45度线 离45度线越远 就代表它越不平等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来计算这个范围的面积 然后,for some technical reason 我们计算是把这个范围的面积乘以2 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 Gini coefficient Gini系数 我们计算 Lawrence curve跟45度线中间的面积 乘以2 它的公式是这个样子 1-m分之3分成vi加i-1加vi 大家会觉得说 为什么公式长这个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一个假设性的Lawrence curve 然后 我们要计算的是 我看我能不能这样涂颜色 应该可以 我们要计算的是 这个范围的面积 这个范围的面积等于什么? 等于我去计算 全部的米色的范围 然后扣掉绿色的范围 OK吗? 再说一次哦 我要计算是这个米色的范围的面积 它等于我把这个三角形线算出来 然后我把这个绿色扣掉 好 我要怎么把 我要怎么做这件事情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很简单嘛 它的 这边是0到1 这边0到1 所以一个 底跟高都是1的三角形 它的面积就是1 2 好 我要怎么计算 绿色的这个面积呢? 我们把 我们画几条辅助线 我们把这个连起来 我们把这个连起来 然后我们看这个范围 好 这个范围是什么? 它是一个 提形 它的上底 是 这个高度 它的下底是这个高度 我们上 我们这边可以画出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T型 第i个T型 它的上底是vi-1 它的下底是vi T型面积的公式 上底 对不起 我再换个颜色 T型面积的公式 就是上底 加下底 乘以高 它高什么? 这里到这里 N分之一 除以二 我得到一个T型面积 我把全部的T型面积加起来 拿二分之一去减它 拿二分之一去减它 然后整个乘以二 我就得到了 这个公式 Tada Tada 好 这样算出来是Ginical Efficient 有些人对Ginical Efficient不太满意 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这个情形 在Village B 是你可以想象到 最不 最最最最最不平等的状况了 但是Village B算出来的Ginical Efficient 还是 我们希望说它是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 我们办法说它会比E来的小一点点 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的Ginical Efficient 在0到1之间 最小是0最大是1 Ginical Efficient越大代表越不平等 所以 一个做法是 我们搭偿做法是 我们把它标准化 G会在0到n分之n-1之间 我们希望 G在0到1之间 所以我们把G乘以n-1分之n 得到的是 HSS的教科书 把上面加一个加号 来代表Standardize 在R里面 我们计算Ginical Efficient的方法 也是一样在INEQ这个package里面 你只要用INEQ这个指令 就可以算出Ginical Efficient non-standardized的Ginical Efficient 随便举个例子 我们的Z是24,599,3623.3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INEQ计算 Ginical Efficient是0.402439 标准化Ginical Efficient是0.4695122 OK 以上是Ginical Efficient 好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 好 现在是 星期 已经星期一凌晨的12点12分了 所以 大家都辛苦了 我很想跟大家说我要去睡 但是 实话实在不行 因为 对我来说 录完影片的结束 不代表工作结束 我接下来要编辑影片 转档上传 然后 发通知给大家 不过总而言之 我们结束了9月份的最后一堂课 好 把这些事情一切都忙完之后 我就要去睡了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YES 我是杨律中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